两块钱收的破烂 鉴定遭到全场哄笑 而专家却看了直哆嗦 直言青铜笑王者 故事发生在一档节目 这天一位年轻人来节目健保 但是把卫一拿出来却遭到全场哄笑 这是为何呢 原来啊 据这位年轻人说 这竟然是爷爷两块钱收来的破烂 于是全场观众都在嘲笑男子 一个不值钱的破烂还好意思拿来鉴定 但是啊 这时专家却说道 还真别笑 此话一出全场安静了 难道这个破烂还能带有来头 没想到接下来专家的话 更是吓上了众人 说起宝物呀 几千年来朝代经历不断更替 其中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 可能都会淹没在战乱之中 散落在不同人的手里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精通文物知识 他们呀并不知道手中宝物的价值 因此就造就了一些传世珍宝 沦落到变成破通烂铁的下场 甚至是垃圾 这真是令人心碎的事情 但是啊 有句话说得好 是金字总会发光的 就算经过了上千年 宝物依旧是宝物 总会遇到发现它的伯乐 现在的健宝节目层出不穷 勉强也算是伯乐的一种 虽然是个综艺啊 但不能否认的是 它让很多传世珍宝 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让我们又再次见证了历史文物 以及古人那高超的工艺水准 和文化生活 今日我们要说的故事 就发生在一档健宝节目 这天啊 节目来了一位小伙 一上台他就说道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东西 想让咱们这边的专家 给鉴定一下 但是主持人却看到 小伙两手空空 于是就一会地问道 你好 你这要鉴定的东西呢 别藏着了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时啊 只见小伙从兜里 拿出来个东西 是个浴馆 这样的场景 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主持人也笑道 看着像一个小馆 浴制的 你这么年轻 就开始搞收藏了 这是你自己的 还是说别人给你的 小伙回答道 我不懂收藏 嘉玲也不太懂 其实啊 这个是我爷爷给我的 是他收破烂收来的 当时只花了两块钱 什么 这话让全场人都捧腹大笑 两块钱收破烂能得到宝物 这恐怕就是个破烂吧 这样观众都表示不可思议 别人都是几万几十万收来的东西 而且啊 还有的是赚品 你这几块钱的东西 还好意思拿出来 真是笑话 这时啊 主持人也是惊讶的不行 啊 这是真的吗 太不可思议了 你这可是头一个说自己的宝物 是收破烂得来的呢 此时小伙也是有话说 我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开始啊 也不愿意来的 我觉得这就是个破烂 两块钱的东西 怎么会和古董扯上关系呢 但是啊 爷爷却坚持说 这个东西与众不同 硬要我来给专家看看 观众们听过小伙子的诉说都笑了 也感觉这个爷爷在做白日梦 专家也笑了 觉得挺有意思啊 但还是大发善心 决定让小伙子把东西拿过来看看 专家拿到这个浴馆之后 开始了研究查看 然后啊 表情便开始逐渐复杂了起来 接着赶紧拿手电筒照着查看 突然他眉头紧锁 接着神态激动 甚至啊 手都开始哆嗦 专家这一系列操作 着实让大家看懵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还没见过专家 看过哪个古董是这个反应的 难道还真是个宝贝不成 这时候啊 小伙也挣住了 难道真的被爷爷说中了 应该不可能啊 这种捡大漏的事 能发生在我们家 平时买个彩票 连小奖都没中过 这能是个真古董 看着大家 甚至小伙啊 都是一脸差异的样子 专家这时候开口了 他平静了一下心情 首先对着小伙说 这个浴馆啊 看着还真是有些年代 你有眼无珠啊 可不如你爷爷 小伙子一听当场傻住 还没等到反应过来 专家随后对着观众说 你们也别笑了 你们是青铜校王者呀 专家两句话 噎得大家俩脸上的笑容 都凝固了 专家接着说道 这个浴馆啊 还真是个老物件 你们所认为的破烂 其实是商代的 一听商代的古物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嬉笑嘲讽也都停止了 至少专家说 这种商代的浴器 在世界上都不超过物件 博物馆的那个浴器 都没有这个完整 这件浴器浴脂温准 雕刻精细 工艺极好 可堪称是精品 甚至比博物馆的浴器 都要好 然后看着满脸 惊讶的小伙说道 可别再说你爷爷了 用两块钱买来的东西 可是价值连成啊 这时小伙子 才敢相信这是个真品 于是鸡毛问道 那您看看 这能值多少钱呢 专家想了想说道 现在市场上 还没有关于 这种浴馆的估价 即拍卖 但是这种极其稀少的股 至少价值5000万 听到这个数字 全场都沸腾了 小伙子更是喜不自胜 没想到爷爷这是金手吧 逃了这么大的宝贝 一下子从青铜碰到王者 内心更是狂欢的不行 恨不得现在就想见到钱 但是啊 回头想想这件事 可能卖给他东西的那个人 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把几千万的东西 就这样两块钱拱手让人了吧 在这样的剑毛节目中啊 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货真价实的古董 有一文不值的破烂 有一夜暴富 有一脸无奈 真是见惯了人间白态 尝遍了酸甜苦辣 但还是要奉劝各位 买古董的时候呀 还是谨慎再谨慎 不能都抱着减大漏的心态 更不能因为这个而倾家荡产 现在啊 我想问朋友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时 你是准备上交国家 让它得到妥善保存 以供专家研究历史文化 还是说换成百万家产 充实自己的腰包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